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封網時代是否已經來臨呢? 我今天就這一節想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一個網站叫做《香港偏年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過 我看過裡面其實是什麼呢?我認為是一個起底網 它將一些藍絲包括一些警察 包括一些親建制或者建制裡面的前立法會議員 也都會有一些他們認為譬如土豪劣新等等 將它就放了下去寫了他們的一些政治傾向 然後你按進去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很多關於他們個人的資料 商證號碼、電話號碼等等 是一個起底網來的 大家知道在香港有很多的禁制令 已經禁止去起譬如包括警察的底了 如果去做這些起底就一定會被檢控 也都不少人被檢控了 那麼這個香港偏年史做這件事 為什麼會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我相信呢?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認識他們 就他們那個伺服員呢 包括他們那些編載的人員 所謂的所謂的 或者所謂的資料人員 應該未必在香港 那麼如果這個自服器不是在香港的時候 就在香港的這個司法管轄團裡面 是哪場莫及的 那麼但是呢? 前兩天呢? 他們的這個香港編年史的這個網站的總編輯呢 就在他們的網頁那裡發表聲明 那麼他就說呢? 在1月6日晚上開箱呢? 就收到不少來自香港的使用者報告 說呢? 用著部分的網絡供應商的服務的時候呢? 沒有辦法連接到這個網站 而呢? 令到香港的 就是流量呢? 是大幅減少 那就聲明說呢? 就包括什麼東西 就是調查了之後 包括什麼什麼的 就是使用者 用哪間電訊公司的使用者 是上不到這個網站呢? 這樣聲明說呢? 網站沒有選擇性這樣 這個封禁部分地區 或者特定網絡的供應商的IP 調查也沒有發現呢? 有跡象顯示呢? 網站所使用的服務供應商呢? 是封禁了 身處香港的使用者 和網站支援溝通調查之後呢? 發現到香港部分的網絡供應商 包括Smarttone CMHK 香港寬民即HKBN 以及PCCW 在處理連線到這個 香港編年史的網站的時候呢? 故意將使用者的傳送資料拋棄 令到使用者呢? 沒有辦法獲得 香港編年史自服器的回覆 因而 沒有法觀看本站的內容 而網站 同一個IP 地址的其他網站 也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質疑網絡供應商呢? 是政府部門要求 他們是封鎖網站的 警方的回應呢? 就說不評論個別的個案 但是根據《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呢? 警方是可以要求服務商 發佈在電子平台上面 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或者相當可能會導致 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發生的電子訊息 作出禁制的行動 那兩天時間 即是六號開始到七號 就一直都上不到這個 在香港的用戶 上不到這個香港編年史的網站 結果顯示ERROR502的畫面 但是我錄了這條片的時候 到昨天已經開始就說得了 昨晚的晚上 十點鐘左右 就已經完全上升了 完全沒有問題了 究竟中間發生什麼事呢? 是不是禁網呢? 香港的幾大的媒體 包括網媒 包括這個主流的媒體 都不約而同地收到訊息 譬如好像《明報》 《香港01》和《Cable》 收到訊息就說什麼呢? 確實是 警方的消息 雖然就說是不回應個別的個案 就重申了《國安法》第四十三條 有權這樣做 但是警方的消息 據了解這些媒體這樣說 警方是首次引用《國安法》 去下令封鎖這個網站 是下令封鎖這個網站 即是現在是三個媒體 不有而同地 香港01 Cable TV和明報 不有而同地 是收到消息人士說 警方是用《國安法》去封鎖這個網站 因為這個網站裡面的內容 是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成份 為什麼它會突然間有解封呢? 不知道 當然沒有什麼內幕消息 是不是現在在試水溫呢? 我剛才說 如果這些網站 他的自服器 他的主事人 他的工作人員 譬如一個網媒 他是在香港的 警方很簡單 因為他的司法官權在香港 他就可以運用法例 包括《國安法》 去掩蓋 這個他們認為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網站 但如果他的伺服器 不在香港 那些人不在香港 你沒辦法去掩蓋他 沒辦法去抓他 你就用封網的方法 我不知道 現在很多坊間都有不同的說法 是不是真的封網 是不是他們的自服器出了問題 現在仍然有待去查證 但是如果警方透露出來的訊息 就是根據《國安法》 封鎖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網站 就是說警方可以這樣做 或者已經做了 我強調就是 我沒有任何的內幕的消息 但是根據這個媒體的公開報道 在這個邏輯推斷裡面 我認為他們是在做這件事 又或者是在試什麼方法 他現在這個方法 就是向不同的網絡供應商 就下命令 要他向他的用戶 如果你去進這個網站的話 就會將你封了他 用不同的技術 不知怎樣 那個request 扔掉他 讓你進不到這個網站等等 這些IT的技術 我不懂 我不可以在這裡詳細去說 我一知半解 就不想告訴別人 是怎樣做法 總之他就說 是通過不同的網絡供應商 叫做service provider 就下個命令給他們 要他們當他們的用戶 登入這些網站的時候 阻止他們 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 其實是對於香港這個資訊流通 通過這個互聯網做這個資訊流通 是一個極大的警號 有很多人說 會不會封網 會不會全面封網 大家知道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現在有很多的 不要說金融上面的交易 股票買賣 那些人在24小時運作 你拿著手機又可以買美股 又可以買其他國家的股票 又可以買大陸的股票等等 你拿著手機也可以做到買香港的股票 你不能封網 不單止 有這麼多外國人在 有這麼多外國機構在 或者本地的公司 也都是Round the clock 每個星期7日24小時 不停地要跟外面的聯繫 你不能去停他們 不能去封了他們 不可以像大陸這樣 Gmail又不行 Google又不行 WhatsApp又不行 Facebook又不行 你不可以像大陸這樣做法 因為大陸沒有一個城市是國際城市 好了 他不可以全面封網 他不可以搞這個 叫做Great Firewall 網絡的防火長城 他可以做什麼呢 他可以直接試一下這個方法 就是對個別的網站 我不想你看 我不想你進去 我不想你在裡面做任何事情 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封你 現在呢 就是在前兩天 就是出現一些不尋常的情況之後 有些人就嘗試進去 就出了ERROR 502 但如果通過VPN 是可以進去的 VPN的意義大家都知道 我不想在這裡賣廣告 因為我現在和NordVPN有些合作 雖然已經是水尾了 VPN的意思就是 你進去其他國家的IP address 然後繞個圈 然後再進去一些網站 某程度上可以去隱藏自己的身份 又或者說你不在香港 就是當你不在香港出發 就是你不在香港啟程 當在其他國家啟程 他就阻擋不了 但是問題就是在大陸 VPN是用來翻牆的 大家知道 就是說香港是否已經是淪落到 淪落到 可以用這個字 就是本來我們很正經 我用不去隱藏自己的身份 我就是我 我就去進入那個網站 淪落到是否要通過這個翻牆的方法 然後才看得到一些被禁的網站 這樣 這是此其一 但是大家不要公認得那麼早 就是在大陸 VPN 用VPN 講了很久了 其實是非法的 是犯法的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有些朋友 就是回大陸的時候 都繼續用VPN 或者大陸的朋友繼續用VPN 講了說犯法很久了 他都繼續用 不停地變 有些VPN就會失效 但是有些人說VPN 其實很多是內地的資本的 你用 你很分鐘就被他拿了資料 你去什麼網站 他全部可以留記錄在那裡 這樣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選擇 當然 但是問題就是 會不會香港有一天 VPN都是被禁的 都是犯法的 你用VPN都是不可以的 即是你 即是你 即是你如果你的手機 未查出有VPN 可能是抓人風艇 會不會呢 我答不了這個問題 不過在今天的環境下 很多人說什麼事不會發生 會不會問這些 會不會都是廢話 即是你一年之前 所有香港今天發生的事 都是不會的 即是搞初選會 會抓完 即是組織者 參與者協調者 全部抓完 你想像不到 做做立法會議員 所謂延任一年 或者你叫做委任一年 做做的時候會DQ你的 你是想像不到的 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發生 我都想不到 我都想不到 過往的一年 我數不完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以前是從來 發夢都不會 不會覺得 是會出現的 譬如 譬如 突然間出現這麼多的流亡者 是吧 突然間這麼多 被通緝的人 原來他已經出在外面 流亡海外 然後突然之間 就是流亡者 自己的戶口 他父母的戶口 他們信用卡的戶口 全部被凍結 你們想像不到 是在香港會發生的 即是我們自己這樣想 香港一個國際 都會 都要按照這個國際的遊戲規則去做 今天其實 沒有的了 沒有人告訴你 封網 禁網 這件事 是不會出現 我認為 出現的機會 是極大的 即是如果他成功的 用個別的網 禁個別的網 不讓你上去 現在你要記住 一件事 就是 這個網 是一個起底網 在香港來說 老實說 真的 有很多禁制令 大家知道 是犯了法 當然也有藍絲的起底網 很厲害 他們也是犯法的 起很多記者的底 評刊報的記者的底 我也上去看過 但是 沒有聽到警方說去禁他們 但問題就是 他犯法 你不是 用犯法去將他成之於法 如果他真的犯法 一個問題 你看都不讓人看 那你禁得一個網 即是我想問 禁得一個網 他就說他違反國安法 但是國安法的線 怎麼劃呢 他說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成份 在裡面 禁得一個網 會不會禁第二個網 第三個網 第十個網 第二十個網 第三十個網 他用個別的網 方法 那就不會衝擊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們繼續可以買賣股票 可以繼續有些資訊流通 你說 為什麼不會 因為 你禁哪個網 不禁哪個網 雖然你說我個別的 就是執法的情況 你不評論 但 沒有人叫得開你的口 去評論 但是你禁了之後 全世界都知道的 是不是 你為什麼 用什麼理據 去阻截 那些人 上這個網 去看裡面的資訊 你說這個是 起底的網 於是你就禁它 其他那些呢 批評你的網 在香港現在這麼多的網媒 對政府 仍然 在報導之外 也有很多的評論 然後很多的批評 個別的人 在社交網站裡面 都有很多的批評 雖然他們現在都很小心謹慎 如果這些批評 你在香港就動它 你拘捕它 現在的說法就是 你主張沒事的 你評論沒事的 我聽完之後就笑一下就算了 你今天說沒事 我怎麼知道明天會不會有事 怎麼知道 大哥 你捉摸不到 現在是荒謬的事 是這麼荒謬的事 荒謬的事 一直都有的 香港都有很多 全世界都有很多 但是越來越荒謬的情況 我覺得香港現在是獨有的 越來越荒謬 就是每個星期到星期一 有些朋友說 星期一起床的時候 他都不敢打開他的手機 不敢上網 因為他不知道有什麼事會發生 我說什麼星期一 每天早上起床 你打開手機 放出來的即時新聞 你都覺得很可怕 你不是很敢看裡面的細節 這個又上門拘捕了 說拘捕了幾十人 你不敢上去看 你會覺得很噁 你會覺得為什麼香港會搞成這樣 你會覺得為什麼今天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發夢都想不到 它就是發生了 而且成為上探 所以現在封網 大家說那個網開了 沒有事了 我覺得不是 那是一個演習 我自己覺得 很快就會有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有第二個網 第三個網 第四次網出現 我不知道你們做好準備沒有 我覺得準備是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得很準備 你說我用VPN就行了 我都說VPN會不會禁止 我怎麼知道 沒有得準備 只不過是一個心理準備 這些情況 是會陸續有例 只要當權者覺得那些內容 是不應該被人看到的 如果我抓不到你 我不去上去封艇抓人 做不到這件事 我就要禁止別人去看你 我想這件事 陸續就會出現 可一 可在 香港已經 進入封網的年代 大家做好準備沒有 每次講這些話題 都是心情很抑鬱的 但沒有辦法 我的角色就是這樣 抑鬱都要繼續說下去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情好發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 早前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 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通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是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